哎 艾菲呢 我来了 你怎么回事 我一直拿你当兄弟 你竟然可是我老婆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我穿你衣服几天怎么了 我听说 你跟佼佼结婚的时候 只能睡地板 地板的滋味不好受吧 可惜了呀 这么极品的女人 你不互相受 就是 你也不撒谎的这张镜子 看他自己配不配 不好 孟娇 我在城里面给你们带了五斤土鸡蛋 你们这是 你们这是 看什么看呀 这个老鼻子 孟娇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 我怎么了 两个农村来的死建筑 赶紧盯着你的臭鸡蛋臭气 再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那也是你们滚 这是我们家偷钱买的房子 哼 你的房子 这房子 你之前 也行过户给我 你 你母亲在这 做手术等个换身 需要五十万 孟娇 我听说房子可以抵押五十万 你婆婆现在平重 你洗衣口 一个死贱 你这种老贱货 死掉死你 真是真 我可以 你不能骂我妈 你说好 我这是看你妈死吧 赶快叫康子道歉 淑豪 你找本事了呀 你敢打我 来 打我一下试试 试试 你什么叫 今后那时候我给了你五十万彩礼钱 你把钱都给我 叶淑豪啊 你也是快搬三的人了 怎么脸皮比城墙还红 老娘的房花大鬼 现在给你就算二婚 这损失你赔得起吗 你胡痴 行了行了 你不就想要钱给你那个死鬼老妈看病吗 哈哈 从老子的护刀里再钻过去 老子就给你钱 啊 收拾成 你是我女人 让我钻骨刀 臭名吗 别打别打 别打别打别打 别打 别打别打 我举了 我举 ت os 你不要 别打别打我钻我钻我前头的钻 这两个狗东西一个和狗抢饭吃 一个 我的狗狗哈哈哈哈 啊不要 要 发到网上呢 在新的热门 我的网口你平啊 小夫啊根本上也倒你配吗 告诉你你老婆很热啊 哈哈 哈哈 啊 快叫医生 我夜交后人竟然沦落至此 我赐予你无敌黄金眼和画头一惊 希望你好好 少哥 你怎么算醒了天天吓死我了流了那么多血 不是思耀 你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不穿衣服啊 你说什么呢 我实际没发现实在这么好 哎 我实际没发现实在这么好 我实际没发现实在这么好 哎 我刚被别人打了我现在在医院呢我马上就过去啊 嗯 林几 不好意思 我知道 王师傅您看一下这条 是 林总 这青花瓷非常不错 在市场上高达六百万 我只花了四百万 收回来 不错呀王师傅您眼睛真好 咱们公司要是多几位像您这样的 像不发财都难呀 不对啊 青花瓷怎么是业务制造 林总 这个青花瓷它是假的 林总 这个青花瓷它是假的 这个业子 你一个实行销售 你懂什么叫这个 在这里胡说八道 业硕好 这里没什么事了 以后上班早点来 先回去 林总 你要相信我 这个青花瓷它绝对有问题 这个 我知道 林总您是不相信我的演练 这样我给你证明 哎哎 哎林总你退后 你 啊 什么意思呢 你疯了 你这可是青花瓷了 叶叔好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这青花瓷值六百万呢 林总你自己看 王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这 哎呀 我怎么看从眼了 这 林总 这是似乎不对 林总 王师傅之前给公司买的这个东西 全都是假的 小叶子 你来劲了是吧 我王进松 在业内干了十几年了 可以去大厅大厅 我的口碑 你一个毛头小子 你在这凭什么质疑 林总 您可千万别听这个小子胡扯 他就是记住我的能力 往我身上泼脏水 王进松 这东西要都是假的 你敢办跟我打赌 你 林总 你信他还是信我 王进松在行业精神业业干了这么多年 我告诉你 我敢用我的真格担保 这绝对没问题 这小子就是一个销售 我不是信他 我现在就走 好啊 杨总也可以 你把骗了公司的钱 全部给我掏出来 林总 你自己检查呀 这些东西全都有 王师傅 你总不能次次都看走眼吧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林总 我知道错了 我也是一时贵迷了心跳呀 三天之内 把公司的这些损失全部给我补上 少一分 我送你去吃牢犯 别走 滚 找人看你 赶出阳城 打断他的狗腿 是 林总 王师傅走了 那晚上杨九爷的拍卖会 你有了掌眼师傅怎么办 今天晚上杨九爷的拍卖会 你陪我去 我 林总 我妈现在躺在重镇监护室里 你能不能先救护是吧 谁能解决的事都是小事 不过姐姐帮你 你可得真图报 杨九爷呢 可是咱们江南省排名前三的大人 多少人呀 挤破了脑袋 想和他搬上关系呢 今天晚上好好表现 如果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姐姐我呀 好好讲 你 哟 哟 一叔好 你一个破销售员 怎么坐在那几号车呀 你全不立的下海了呀 哈哈 一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男人也叫男人啊 叶叔好 我看你全身上下就嘴之软的了吧 哎 难道不是知道我今天要来参加拍卖会 又死气白癌的 追追我要复合呀 叶叔好 我劝你死去掉心了啊 谁的空门没拉好 把你们俩给弄出来 叔好 你认识吗 她是我前妻 光线你的优艳无助 目前能找到像书豪这么 我有眼无浊 她就是个穷光蛋 昨天呀 她跟她爸 还跪在地上 酸裤装 是狗粮的 请请再见一把 哈哈哈哈 我说美女 你别被那小子给骗了 就是 她一个穷酸鬼 怎么配来这么高端的地方呀 叶叔好 赶紧滚吧 你古巴 那我们敢不敢打个妥 要是我获得了拍卖会的投赏 你们两个 往跪下血狗脚 为他想死 是不是 哎呀宝贝 别理这种疯狗 他呀 连拍卖会的资格都没有呢 你说好 咱们走 哇好啊 这边有什么样呢 不然看我怎么玩死他啊 下面有请我们第一件拍品 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唐伯虎的名作是你图 他保存完好人物神态栩栩如生 起拍价五千万 第一件拍品就如此珍贵 我出五千两百万 没想到我此生还有幸目睹唐隐真妓 我出五千五百万 来 先生就这破坏值得这么多钱吗 你懂什么呀 唐伯虎的真妓师命上非常可见 随便一副价值四五千万 而且这副保存得相当的坏好 最少值两个亿 这么多钱啊 那咱们把你拍下来不就赚大发了 六千万 六千五百万 八千万 书豪这唐隐的真妓有价无事 咱们今天碰上是运气 要不咱也抢一抢 林总 这话是假 什么 假的 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 什么都不懂 在这大放厥词 真是丢死人了 你买不起就直说嘛 扯那么多借口干什么呀 我说啊 小美女 你现在一个小白点靠不住 不如跟我这种成功人是 苏志超 老子数一个亿还有谁 真是才大气粗啊 不愧是苏公子啊 粗手就是大手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次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唐火虎真技 看到了没有 谁有实力啊 谁是爹 一个垃圾 你也当成跑 那小子不说什么呢 我看你就是眼馋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罢了 老子从小就玩骨头 我的眼睛啊 他就是尺 哪跟你这种头上涨草的废物一样 你就别在这执手画脚了啊 是什么好东西啊 哈哈哈哈 这不是贺老吗 不愧是杨九爷的拍卖会 连贺老都出山了 林总 这贺老是谁啊 连贺老都不知道 贺老是明江五二协会的会长 外号贺神眼 这宝物是真是假呀 贺老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我们明江市健保协会的 泰山北斗 哎 贺老 嗯 看一眼 好 今天我就来长长眼 莫娜飞啊 你最好睁大眼睛看清楚 你以后 可没有机会看这种级别的宝物了 哈哈 朱公子抱歉啊 你这是近代的缝品啊 看到 我再看看呀 哦 不是我花了一个亿买的呀 这做东西 这确实是方便 最多值个一百块 什么一百 不 这不可能是他的 我怎么看多眼啊 林总 借我一万块 我想把这幅画买下来 小伙子 你要珍惜这幅画 这市场上几百块钱的有的是 你没必要花这冤枉钱啊 我去和老提醒 这幅画 你卖不卖 卖卖卖卖 你是一个未用强买 我肯定卖你啊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拿着别人的钱啊 冲大头 叶叔浩 你是不是跟你爹 尊酷当还没尊够啊 看好了 这是护甲之谱 金驴衣啊 什么 我的天呀 这竟然真是四川已久的金驴衣 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 竟能得见此等级别的宝物 这这幅画里面怎么会有宝物啊 哎呀 果然不是繁品啊 是啊 薄如禅衣千年不朽 传说女帝当时还贴身穿过此物 小伙子 你真有眼光啊 老朽佩服啊 这真是传说中的金驴御音 是啊 也太漂亮了 林总 你喜欢 要不穿上试试 贺老 麻烦您给这宝贝咕咕驾 前两年 湘江拍卖场有个一件类似的宝物 最终被赌王的四仪太 以一亿五千万纳入囊中 此物的品质更在内建之上 保守估计两个亿 两个亿 师傅 太厉害了 小伙子 老夫非常喜欢此等宝物 我愿意出两个亿买下它 不知你意下如何呀 好合同意 兄公子啊 刚刚你与这位小兄弟的交易 在场所有人都有见证 难不成你这是要反悔呀 谁说的 谁看见了 谁看见了 老子想反悔就反悔 反正我恶他吃口头嫌疑 再说 他一万块还没给我呢 我完全可以取消 就是 话也是我们的 我们想卖就卖 不想卖就不卖 让这小子占便宜 小子别小 小 你这是想在杨九爷的地盘上多死 别往老子来的都在看我眼色 老子说的 放 你刚才说天王老子也要看眼色的人是你 小爷 我我我我我知不知道你怎么在啊 快点东西好大的坦字 竟然老子的场子里坏规矩 看你们是浑影 小爷 我刚才不知道 不知道 我卖 我卖 我先去卖 我刚才只是开口 小爷 第一次东西哥也说好 如果再敢有下次 我让你们在龙城消失 他真是不事 小伙子 眼力不错 嗯 这会啊 就看你还有没有这样的福气了 啊 啊 啊 来 杨九爷都对你咱们谢谢 感谢大家的谈爱 今天来参加老朽的拍卖会 今晚有许多不错的藏品 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一定会让各位不须此情的 我话不多说 接下来有请下面的藏品 各位 这件事宋朝时期的激功碗 起拍价八千万 八千三百万 八千五百万 哎 潘先生 您可是黄都有名的肩宝大师了 帮忙看看这个激功碗怎么样 放心吧 宋公子 包在我身上 这碗造型独特 保存完好 是货真价实的宝贝 市场保守价 我会低于一亿五千万 您可以大胆出手 九千万 九千万 给你 说好 这个宝贝看起来还不错 要不我们也想拍吧 林总 这个也是假的 也是假的 不会吧 大家都很看好啊 黄口小儿 参加胡言乱语 别以为自己讲了个闹 就把自己当成真的剑宝大师了 好点胡鸭洗碎吗 叶初豪 少他们在这给我得意 我告诉你 今天 我们要让你看看我们是怎么扰你的 不听好人言吃灰在眼前 就是你们这种技术 还敢出来玩剑宝 你们怕不是来做慈善的吧 你 你老子挡着 看看谁笑到最后 一亿两千万 一亿两千万一次 一亿两千万两次 一亿两千万三次 成交 恭喜苏公子获得这件宋朝的激功碗 这么轻松就赚了几千万呀 这钱呀 有时候真是太好赚 看他那小人得知的药 我真想上去揍他几拳 哎没必要生气那种 不过是一个傻子 拉着一个垃圾才是当跑费呢 你再说一句 新品老子死了你的嘴 一个赚品 不是垃圾是什么 真正的宋朝激功碗 采用的是轻摇烧制 制成之后用火烧起表面 会变成一种淡蓝色 而你手里这个 不过是近代的工艺品 采用的是化学燃料制成 虽然说这外表看起来十分的相似 但是 这用火烧起表面之后 会变成灰色 还真是假的呀 要不说还得是咱们苏公子有钱呢 为了一个赚品啊 多花那么几个多亿 说不定人家心善 故意搞慈善呢 有道理 你们唐花竟然敢卖家户来骗老子 古玩这个行当全靠眼力 你学义不经要怪在我们身上吗 你们一起做局来骗我是不是 哇 那好 我们下面进行下一项的拍片 什么 我妈快不行了 好好好 我这就过去 没错 实在不好意思 我可能没办法继续参加了 我要去医院找我吗 我送你去 二位 请留步 小伙子 你这是 舅员 实在是抱歉 我母亲病重 我可能没办法继续参加了 哎呀 这这可太忌憾了呀 小兄弟 你的眼力可令老朽 踏开眼界呀 哦 对了 过两天 有个骑士展 不知道 小兄弟 你是否感兴趣啊 竟然能得到九爷的邀请 这小子运行一天 是开了挂了吗 不就是走了狗屎运而已 得死什么呀你 就是 他要有这本事 曾经给我家当狗当那么多人 好的九爷 九爷 您这个心脏好像出了些问题 我建议您最好回去做一个全身的验证 不然的话 活不过三天 犯子 你小子活腻了 竟然敢诅咒九爷 九爷 我说的是实话 您千万不要不管不顾 不然真的活不过三天 年轻人 你这话 未免太过分了吧 你恩将炒爆了东西 枉费九爷对你这么好 你就是个白眼狼 我早就已经看透你了 九爷不用搭理他 九爷 我 九爷 说好年龄小不会说话 我替他向您道歉 走开 赶紧滚吧 滚啊 说好 要不你最先先出去躲一段时间吧 得罪了杨九爷 我怕他会对你不利 放心吧 他会来求我 说好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黄主任 救救你救救我老婆 黄主任 钱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的 想个屁的办法 换身手术 自己起码要三四十万 每一家都是臭打工的 一个月也才三四千 我们这是医院 不是善堂 不过嘛 哈哈哈哈 办法倒是有 陪我睡几个晚上 我能想想办法帮你 啊 不能这样啊 我要睡一个晚上吗 你有什么大不了的 来 到我办公室 咱们好好聊聊 啊 啊 干脑不死的 我闭嘴 坏了老子的好事 现在就让你死 走 啊 啊 啊 你小子竟然敢打我 你就认真正在看着你妈在这等死吧 说好你冷静点 现在当我直接是救和我 那 小王子 你赶紧给我妈换身 刚才打了我 你现在求我给你妈换身 是我吗 汪润 汪润都不懂事 你打人不计小人过 别和他一般见识 不和他一般见识 可以啊 让他跪下来给我磕头 认错 我 你不换是吧 我找别人大夫换 你妈的病 我是主治医生 找其他人换 我不签字 我看谁敢 医院领导去 没有钱 找谁都没有 书浩 屋里有50万 你先拿着 这钱够了吧 快 快 来人 爸 你怎么了 昨天感觉心脏 虚头来人 我怕是快不信 快医生 小爷 您的心脏出了大问题 怕是 活不了多久了 让他准备今天 那个小子跟说中文快 你把他给 把他给我请来 50万 就想给你妈做换身手术 对不起 现在涨价了 100万 哈哈哈哈 没有吧 没有的话 就让你妈在这等死吧 哎 还有个办法 把这两个姑娘送到我的办公室 让我玩玩呀 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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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院长 你终于来了 这小子没钱治病 他都说打人 你快把他给控打 啊 你害有脸恶人心告状 你的所作所为 我早就清楚了 连杨九爷的朋友都敢欺负 你是活气的吗 陈院长 这个乔小子怎么可能是杨九爷的朋友啊 杨大小姐亲自前来 这样能有假吗 像你这种社会败类 简直是我们医院的耻辱 现在下去把工资领了 赶紧滚 啊 陈院长 我知道错了 你找过我这一次吧 不要开除我 啊 我我现在给你妈做患者手术 你求求院长放过我 不要开除我啊 啊 早想什么 你给我滚啊 啊 把你给我护住 你们放过我 我知道错了 陈院长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放过我帮陈院长 啊 陈院长陈院长我妈的身交给你了 请叶先生放心 我会请全院最好的医生 给你母亲做患者手术的 谢谢谢谢 叶先生 还请您尽快跟我走一趟 我父亲快就行了 好 好 爸爸 我把叶先生请来了 叶先生 之前是我莫为 今天就多麻烦你了 舅员您的病就包在我身上 谁这么大口气啊 这不是徐家的上门女婿 人尽皆知的窝囊肺 也敢在这儿口出口眼呀 我问你 你毕业于哪所医科大学 是从哪个名门大师啊 我身怀艺术这事太过维俗死了 还是狂你比我 我 并不是医科大学 也没有跟我那个大师 我不过是平时喜欢看一些这方面的医学典籍 对于这种疑难杂症比较在手 哈哈哈哈 你们都听到了吧 他呀 还不如一个江湖游医呢 人家 恐出狂言 充其量啊 也不过是个骗子 不像我专门请来的王神医 那一手医术话 可是出神入话 我得知九爷重病 花重金 请王神医给九爷看病 那太好了 早就听说过王神医的大名 这次有王神医在 肯定没问题 让王神医给九爷看病 事成之后 还希望把孟雪嫁给我 孙文强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把我当成丑马猫 又是不同意呢 九爷 您要是不容易 那我们也只能前行告退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不不 九爷 我哪敢威胁您呢 只不过我们是谈条件 如果您不同意的话 也就只能让王自首 九爷 九爷 您要是使用他们 您可能 最别喜 你这臭小子 他哪有你说话的份 行行我马上收拾你 九爷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若是您指望他们给您治病的话 您的病情主的更加的严重 放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对我胡出言不去 今天在这里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我立刻把他给我赶走了 老夫可不出手救人 王神医 您先别生气 我这就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叶先生 今天这件事实在不好意思 要不您 我 杨小姐 您就不怕他害死就一样 黄口小儿 您竟然还质疑老夫 今天我让你看看老夫的厉害 散开 散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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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怎么样 啊 啊 我心大不疼啊 现在感觉身上 浑身舒坦啊 神医 真乃神医啊 嘿嘿嘿 小子 这回 你知道老夫的厉害了吧 哼 九月 经过他的治疗 您最多只能再回一点 我 你胡说什么 我妈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不清楚吗 他都已经说了 现在没有任何感觉 叶先生 这儿 没有你什么事了 你 可以先走了 八小时内呼吸急促心脏黄调不止 十六小时内心臭欲裂可取不止 二十四小时心脏皱体不止是吗 你还敢胡说 穆雪 既然王神医 治好了你肯定的病 你可 不用忘记 现在 你可就是我的敌人了 哈哈哈 我怎么知道是否真的好了 万一像刚才叶先生所说的那样呢 等过点时间 我已经真的没事了 我 我再纸约不迟 小叶他 你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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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是我专门为你买的奶茶 还是最新盛世的口味呢 你快尝尝 刘主理 不用这么客气 应该的 他平时对我今天算刻薄 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可是 反正我每天都来这里很早的 喂 来店里了吗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 林总 恭喜你啊 我的新人亲女 恭喜你啊 我的新人亲女 您是说我生经理了 还有您这是衣服 那天你看着它 眼睛都弄不开 你就知道你喜欢 昨天你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力 你的表现完全值得 除了任命书 还有这个 这是 昨天的金女御医 带来了基金两亿的利润 我都放在经常卡里了 还有我的车 反正平时我也不怎么看 你拿给你开了 不不不 林总 这两个亿怎么能都给我呢 况且那一万块钱也是您讨的 你真的不要 就算是药 我也只要我那部分 没想到这家伙 不管眼力惊人 人品还这么不错 好吧 那我就按 金五的代价给你 提升百分之三十 那就是 六千 转过去了 多谢林总 可是 这车不是您的专属作响吗 哎 我就当给自己请了一个司机 以后你上班的时候 记得来接受我 林总 哎 以后不要叫人家里 叫我 加威 姐姐上次说了 要奖励弟弟的 之前四尧替我交了那么多医药费 我现在总算有钱还给他 四尧你在哪呢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小老皮子 今天要么陪大爷睡觉 要么四十万赔偿 必须饮分多少的赔给老 这件事真的不怪我 你们不能来到我身上 说好 我这边还有点事 一会再跟你说 我还不 林总 我是跟我有件事 我跟您请她出去的 你个小家伙 姐姐对你这么好 你还能分心 刚到上经理就想请假 去找你想好 林总 行啦 早去早回 我这人最有毒量了 一旦我上班就行 我先林总 这个小家伙 没想到身边还有那么多桃花 我这个姐姐 可不能输给那些小弟 说刚刚林总 你跟你说了不小好消息吧 肯定是提前知道 我被提拔的消息 才突然对我这么殷勤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怎么不知道 你听谁说的 你别走 你 还说没好消息 这边怎么怎么坐下都开上了 不行 我得再注意 喂 这条店吗 帮我订一个龙虾刺身 我都没有碰到他 是你自己弄坏的 真的不关我什么事 还敢狡辩 欺骗老子 欺骗老子 臭你啊 老子这么多兄弟都看到了 闹你吧 今天要是不给老子 老子都满意的答复 老子不光老是不是你 老子这么点 连你整个店都砸了 你别太冲突啊 小姐 我保证啊 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啊 你还想在这干嘛啊 该赔钱赔钱 该赔水赔水 自己闯祸 你自己解决 这件事早上处理我 你看我怎么出事 这不是我弄的 凭什么要让我来赔 刘哥这么大的人会冤枉你 你这是欺负人 欺负人 欺负你怎么了 这件这件事情 你必须处理干净 不得 我把你抬除 小妞啊 你穿成这样 还说不是出来卖的 假好了吗 是赔钱啊 还是赔睡啊 没这么多钱没关系啊 这是一份借贷合作 赔睡一次五百 相信有我们这么多兄弟的帮衬你一个月之内也能还清吗怎么办自己选拔 我来替他还 多少钱我来给他 呦 老子 千万不关我什么事 真的不是我弄的 没事 给我赛 我你赛 哎 行 老子这皮烟湖 是宋朝神宗年间的宝贝 现在市场价啊 怎么得 四五十万吧 老子也不坑你呢 哪 四十万七十斤 没错 赶你掏钱吗 小子 你是喜欢英雄救委吧 刚好 你给你个敬 他这碰瓣 你不能听他呢 你胡喊八道什么呢 啊 谁在讲的碰瓣呢 啊 胡经理啊 这好是你的员工一块 啊 这不光梦幻老子的宝贝啊 你还往我们兄弟身上泼脏水 这啊 别在我们好欺负是吧 既然你们他妈的不讲理 你别怪我不客气 优优狸 好家伙 把这地址砸了 哎 你消消气 这件事啊 我还解决 孙世遥 你想怎么着 今天这件事你必须处理好 否则 小心我故事抬除你 你这是欺负人 欺负 标哥 可是去有别的人 你要是得罪了他 咱都没有好处的事 不是我弄的 为什么要让我来陪呢 你还醉一世吧 好 现在你已经被我抬除了 哎 邦邦 现在呀 他已经被我抬除了 你呀 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啊 哈哈哈哈 小妙儿 你想哥哥怎么处理你啊 没事 不过这个鼻炎活而已 我们赔就是 老哥 这不是一个小事吗 你 放心吧 四雙 反正这个鼻炎活也没多少钱 咱们赔给他 你这个鼻炎活 撑死七八十 这样 我给你一百块钱 剩下的不用 小呆 你拿这点钱打 要饭吗 娘 那 你这人在耍老子 四十万 少一分 少一毛都不行 娘 就拿不出来 今天鼻小站着走出去 你这个鼻炎活 要是真的 他确实直死 可惜啊 他不过是一个近代的 仿制工艺品 他不过是一个近代的 仿制工艺品 胡说八道什么呢 你彪哥玩的东西能有假货吗 老子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你小子 赔不起就直说 进这些没用 刚才看你英雄就美 觉得你挺有实力的 没想到就是个花架子 这个鼻炎活 外观确实看起来年代纠缘 和宋神宗时期的这座手法 是真的相似 这若是一般人来分辨 确实分辨 不过这假的终究是假 哪怕使用的手法再高明 也无法掩盖实实的真相 为了使其外观更加的相似 你使用了名团和秀水的粉末物 来进行浸泡 现在这个外观 虽然说更加的神似了 不过却改变了其内部的结构和硬度 所以我现在这轻轻的以捏就能化作反过 你这种说法要是骗骗一般人还行 它是最用的 没用 你怎么知道 像你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就少拿出来骗 现在 还不赶紧给我滚 之前不是说已经治好了吗 可我爸现在的病越来越严重 你到底能不能治 大小姐 以前确实治好了 现在这个病它变异了 老夫也无能为力 亏你还号称神医 结果就治成这个样子 现在这种情况 你说该怎么办 下回 下回 夜 夜 睡 八小时内呼吸急促 心脏狂跳不止 十六小时内心痛欲裂 可取不止 爸 别急 我这就去 放开 你还不赶紧给我滚 你敢了老子 你配说出这种话吗 被你看出来又怎么样 今天这些 你赔也得赔 你不赔 夜他娘子得赔 干什么 你们两个要是乖乖听话 或许能免一顿皮肉之后 否则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实相的话 就照我们说的做 别逼我们动手 你们这么做 难道就不怕九爷知道吗 小心我现在就告诉九爷 就你小子 也配提九爷 九爷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啊 那连老子都没见过几次 我看你小子是到黄河心不死啊 老子不给你们点颜色 看看你们是不知道老子的厉害 兄弟们 男的废了 你的八卦送到老子床上 是 小老哥 你快走 你快走 给你们机会啊 你们不知道珍惜 这回好了吧 你都逃不了 谁敢动叶先生 谁敢动叶先生 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你好大的狗胆 性感的叶先生无敬 叶先生 哪个叶先生啊 叶先生 是我的管教不严 让这些狗东西冒犯了你 还望您见谅 小人是他 会不会搞错呢 这小子何德何能让你如此恭敬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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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长眼的狗东西 叶先生是我父亲的救命安人 也是你能得罪的 什么 梁大小姐 刚才的事情经过是这个样子 你想哥哥怎么处理你啊 兄弟们 男的废了 你的八卦了 送到老子床上 什么 还有这种事情 我父亲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 来人 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 三刀六洞之后逐出防派 我 大小姐 大小姐 你听不着了 我们大小姐 我 给我一次机会啊 小 先生 刚才的事 吴经理 见到你之后 我算是明白了什么是助助为虐 什么是拘银负持 真正任何心 叶先生 你能够到无害 尽量 尽量 叶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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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是来 我知道 为了你父亲的病是吧 现在已经18个小时 你父亲只剩6个小时的生命 当初悔不听叶先生所言 现在还望先生出手相救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啊 我当时这么劝你们 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当然是我们的错 只要叶先生同意救我父亲 我 我愿意以身相许 我愿意以身相许 杨大小姐 牺牲倒是挺大的啊 这杨九爷的女婿 确实是献杀众人啊 家父现在病情危急 还望先生尽快出手 好 事不宜事 四药 你等我消息 晚上请你吃饭 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说 华神爷怎么还有这么多药啊 哎呀是 老东西等你死了 你的女儿和家长就全是我的了 出手 还嫌害得我爸不够惨吗 从今天开始 我爸不用你们治疗 你干什么 怎么带这个臭小子过来 我跟你可是有婚约的人 你难道 就不知道和别的男人不嫌吗 周文桥 你说的是把我爸治好 但是我爸现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我真是后悔没有听叶先生的话 你不相信我 你居然相信这个臭小子 你居然有我吗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我 你这是事实 叶先生 有劳你了 臭小子 这里有往事一灾 赶紧给我滚蛋 我倒是也不想你 可这老头 他也不中用啊 你什么你啊 我说的有错吗 要是你给九月治好了 我至于今天还来这一趟 这荒口小人竟敢屡次的质疑老夫 我给你来个一趟你看看 告诉我 王沈亿 今天就不劳当您了 叶先生 靠您了 小子 你还真敢治啊 九爷如果要是敢有个三长两短 你信不信我让你出不了这个门 闭嘴吧 周文桥 放心 这个磁门呢 付 来 给我拿个人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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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我爸为什么有吐血了 我说的没错吧 这小子就是屠我误会 还有什么好说的 嘿 我以为这多大笨 闹了半天是个耍嘴皮子的 嘿嘿嘿 什么消息 你为什么骗我 不 够了 不用解释了 来人 我这小子给我拖下去 嗯 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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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夫一败 员 您躺下就行 这都是我应该做 爸 您这是 哈哈哈 我好了 这回是真的好了 刚才 太口血 差点没把我给憋死 啊 哈 现在 浑身舒坦呢 哈哈哈 叶先生 真的感谢你 救命之恩了 嗯 之前 都是 老朽都不对 想起来那些 我现在都脸红啊 呃 叶先生 我 我愿意一声相识 你什么意思 你可是跟我有婚约的人 怎么能嫁给他 还有你 超小的 我姓周的长长你也敢放 我看你是婚妮了 周文强 谁是你为婚妻 你根本就没把我败给你 所以我们之间的约调也根本不存在 不许 我真的搞不懂 和他哪里比我强 我可是周家的人 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也看不上 非要跟一个学家分序 你脑子疯了吗 告诉你 我已经准备好了 情节我也散出去 你结婚 你结一时间不结一时间 老公子 我看你这桩婚事 你还是不要异象天开了 什么意思 难道你要和周家做罪吗 放肆 周家势力虽强 男家 你不是好者呢 小子 走 怎么着 叶公子 这是老朽的一点心意 你千万不要拒绝啊 周家 这是 这个呢 是至尊黑卡 限斯卡者 如见我父亲亲临 有一个亿的透支恶度 在明江 没人敢不给你面子 那就多谢周家了 不必客气 啊 刚才我听小女说 他要对你一身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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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排人来接你 啊 哈哈哈哈 说好哥 我们找个随便的地方吃点就行 没必要来这么高端的地方 那怎么行啊 我妈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 再怎么我也得好好靠了靠了你才行 哟 这不夜说好吗 啊 哎我听说你好像一毕业就到徐家当正序去了 是吧 看来你这几年日子是不好过啊 对了 话说你来这么高端的地方干嘛呀 我记得同学学会他没叫你啊 哎呀 要么还说啊 是你的狗鼻子灵呢啊 这闻着味就过来蹭饭来了 哈哈 你既然来到来了 就一块呗啊 假如我开的事 走一块啊 欢迎大家大家到来啊 这个钻石帮很难订的 我提前好久才订到的 静苏公子 各位 那谁来了啊 夜出豪这个废股 这家伙怎么来了 坚持拉低道子 像他这种社会的底层 不是来蹭饭的 就是来当副部员的 你们到底是谁 把咱们同学会的消息透露给他的 下次他来我就不来了 我可不想再来这种关系 吓了 那何文你闹过来 你别我想过来 少哥算了吧 原来你们两个搞在一起了 气孽的 不得不说啊 你还真有点本事 孙世遥啊 我跟你介绍了那么多公子 哥你都不要 偏偏也要捡我不要的 你怎么能乱说话呢 我说的有错吗 啊 这个姓叶的呀 就是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废宝 前几天啊 放了富婆的大腿 见了酒的拍卖会 怎么 这么快 就被富婆给甩了 你个出轨的见过 还好意思在这招摇过世 我都挺开心 你 好了好了 夜出豪 怎么还带个女人来蹭饭呀 啊 我还是头一次见呢 哈哈 既然来了 小爷我今天开心 就赏了你的位置 会啊吧 啊 还不赶快谢谢苏公子 苏公子 别跟您一般见识 不是谁都能像您一样年轻有为的 哎我听说最近苏公子的年 好像都签了几个大项 有几千万 哎呀虚名虚名罢了 几千万的小项目而已嘛 他住挂齿 啊 等一下 我和同学聚会呢 你那几个一的单子给我推掉啊 你看看这 哎呀 十个份都吃不安生 哎 我们公司最近正在扩招 缺几个扫厕所的 有没有兴趣啊 啊还不快谢谢苏公子 这么好的机会 你也可千万别错了 这么好的机会 你干嘛不自己去呢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 啊 狗有履洞逼 不是好人心是吧 苏公子现在可是大红人啊 我刚才看见他进明月楼的时候 连经理都对他李玉盈啊 小子啊 苏公子愿意提醒 那是你的福气 你可不要不识好人 就是 就拿这家包厢来说 这可是明月楼的钻石包厢 平时里有钱人都未必定得到 还得是苏公子的面子大 虚名吧 虚名 虚名 也就你们这帮穷鬼 觉得一个钻石包厢厉害 要是我定房的话 至尊包厢 不再包厢 还至尊包厢 小子 你脑袋进水呢吧 哈哈 那不是我说啊 这一段时间没见你这个窝脑费 怎么着 抓好了 去说像是吧 啊 这段往下笑死我了 行了行了 老子必想跟你废话 跪下来 给老子磕三个想头 明天到我公司上班去啊 你他妈是个什么狗东西 你 你再说一句 你怎么怎么说话呢 啊 活腻了是吧 敢跟苏公子这样说话 朱浩哥 算了吧 他们人都是这我们不跟他干件事 是吗 放心吧死杨 就算他们人在 那也是一群 无核震动 不是你妈 你妈说谁无核震动呢 谁在我明月楼闹事啊 我 小经理 你们酒店什么垃圾东西都能进吗 舒公子 您怎么来了 我们这里是高档场所 你这个垃圾是从哪混进来的 赶紧给我滚出去 你确定 要让我滚出去 你确定 要让我滚出去 老子见过明月楼的金卡银卡 还从来没见过这个黑卡 你拿个破卡吓唬谁呢 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该滚出去的人应该是你 是我有眼不知泰山 还望您尽量 听到了吗 素质超 还傻这样子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 姓苏呢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对杨九爷不敬 小经理 这关杨九爷什么事啊 对啊 小经理 这跟杨九爷有什么关系啊 而且这卡到底什么呀 你跟我们说清楚啊 这张卡是杨九爷的至尊黑卡 见此卡者如同杨九爷亲临 对持卡者不敬 就是对杨九爷不敬 你们今天这些事情 如果让杨九爷知道呢 考虑过后宫吗 我们不知道了 不知惹无罪 不知惹无罪啊 对对对 大人有大量 饶过我们吧 对 你们跟我说什么 要说也该跟这位先者说 哎哎啊我错了是我们错了 你放了啊 说好 别让我们吧 不知道对对 行吧 反正我也不想和垃圾待在一起 你们还不敢给我滚出去 宋志超 我想看看节目 狗传苦当 这这没狗呀我他妈说你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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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说好怎么会有 杨九爷的之宗黑卡呀 对啊 上一次他当中诅咒杨九爷 杨九爷怎么可能把代表他的 之宗黑卡给他呀 该不会你想偷的吧 对 对 住在那头子 这废物这么爱慕虚荣啊 只能敢偷杨九爷子黑卡 好你一个邪叔好 竟然让老子当众下跪给你装护灯 这笔账 他这次都给你算清楚 说好哥 你让真的太威风了 你和杨九爷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啊 我之前帮过他一点小忙 所以他就把这个卡送给我作为感谢 对了四耀 这卡给你吧 谢谢你这么多年照顾我妈 不用了说好哥还是留给伯母买点营养品吧 你刚刚真太厉害了 现在能与杨九爷那种大人物解释 比苏世超可强多了 许牟交真的是有远无助 对了 过两天是我的生日会 你可以一定要来哦 好 我的大经理 你刚升职人就跑不见了 赶紧到我家里来接我 有重要的事找你 好的令总你马上去 走 待会有一个我很讨厌的追求者 你一定要把我把他赶走 哦 爸 这就是我新找来的经理 他一夜之间为公司盈利两个亿 他在非常放心 那这个职位至关重要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找个人担任呢 爸 你这么说是因为你不了解他 说好可是非常优秀的 你懂什么 年纪轻轻 秀未干 眼力眼怎么样啊 照我说的办 还是让青叔担任这个经理吧 家伟 你就别任性了 你看这个货 他拿什么跟我 你给我闭嘴 爸 你说书豪年轻 他送青叔比书豪也大不了几岁 不要争论眼力见 他可比书豪差远了 闭嘴 青叔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从小在鉴定行当里耳濡目染 况且 人家现在是米国名牌大学考古系毕业的 论眼来见 现在好多几十年的老师傅啊 都比不上他 小子 你自己说 拿什么跟人家比啊 他连我一根手持都动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子 你也把风打扇了舌头 哎 我见过不要脸的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小子 你还是赶紧滚蛋吧 我这辈子最讨厌你这种藏妄 啊 书豪他 居然你这么厉害 那你可敢跟我比一场 要是输了的话 你会想这颗三颗想到 就你也配跟我比 你就说你敢不敢比这么多废物 小梁小子 听说啊 要不然你就跟他比一场 也让他赶快闭上这张凑嘴 好的你老 那我就跟他比一场 我今天就让你输的心服丑服 行了 那我就开始出题了 我这个屋子里有很多我收藏的鼓鼓 你们两个人五分钟之内 找出五贵重的美剑 爸 这不公平 从小到大孙晴叔来家里多少次了 你的这些百剑他都再清楚不过了 说好才第一次来 五分钟 别说看出价值了 就把宝贝看一遍时间都不够 他好闺女 是他狂妄自大夫要比 那我给他机会呀 小子敢不敢比啊 要不敢的话 赶快乖乖的滚蛋 谁怕谁 不是天高地厚的东西 好 那就看好了 修太 紫沙湖 它的特点是 古谱 简烈 又大 这个湖 至今估计得有三百余历史 还是出自清代名家孙世斌之手 市场估价 少说得有个两百万嘛 不错呀贤侄 果然没让我失望 好 这个画 这个画 很一般哪 价值应该不高 三十年老你看这三个印章 第一个 韩香斋主人李相授 第二个 画下名家齐白石 第三个 是大将徐悲鸿等 有了这三位 亲笔一张的价值 这幅画少说也得五百 厉害呀贤侄 连信张这细微之处都观察到了 你的实力超乎我想象啊 真不知道 某些人 谁给的勇气 才跟你叫 不过是些小儿科的东西吧 别那么多废话 就赶紧说出这屋中 东西价值最高 好啊小子 看这个 这个物件外表圆润 通气透亮 又保存的这么完好 这种极品叶鸣珠 就算是在古代的皇宫里也很难见到啊 这个东西少说价值也得一个亿吧 那个 小子 认输了吗 跪下道歉 哈哈哈哈 太妙了 简直 不愧是青年才俊呢 也不这么老辣 这一件确实是我的全屋最贵重的宝物 小子 还不赶快跪下吧 不过是个垃圾 也被当成宝贝 放肆 放肆 这可是我的最心爱之物 当年我可是花了一个亿的添加购买的 其中你随意的陷入 来人 乱棍给他打出去 爸 说好这么说肯定是有理由的 满嘴喷粪 有个屁的道理 林老家自己的东西林老自己都不知道价值吗 难道要你一个外人在这大放厥词 哈哈 爸 爸 爸你没事吧 也说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我我这么信任你 必须是这么对我的 我还要是有个三杀两的我根本没完 嘉薇你还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 我看他呀就是诚心来气死伯父的 你别死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真正天然的夜明珠 是靠其本身的材质来发光 而这种假冒的人造的夜明珠 不过是加了荧光粉而已 这居然是假的 这不可能吗 我正正一个亿 你选的这件东西是个业品 充其量只价值几百块而已 我现在任意选一件物品 随便一件都会比你的滚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我现在任意选一件物品 随便一件都会比你的滚 还不赶紧给我跪下 你 什么你啊 想闯烂 三个哈 我告诉你 不是谁都这么好欺负你 选业的 我不等着 好走不送 舒豪 你真好厉害呀 我就知道他比不过你 臉还疼不疼啊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没事丁总 我这脸皮比城乡爱好 就是这身上被人急啊 夜了 那晚上 爸 你看我选的人没错吧 叶经理啊 这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下午茶 您尝尝味道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 嗯 还有事吗 没事了 看来我还得在想 我就不信 这还拿不下 林总 这是咱们公司这两天的业绩报表 在业绩里的代理下 咱们公司的业绩 节节攀升 每天的利润 都在一千万以上一天 我果然没有看错 叶经理 你想要什么奖励 都可以满足 我想提前下班 今天有个快要过生 想去买个礼物 配个惊喜给他 你这么重视 一定是女性朋友 早去早回 对 其他女人有的 我比她们 大不小 就要这个了 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生日宴 大家稍候很好 快逃去看看你喜不喜欢 今晚还真是热闹 徐孟娇 你们来干什么 石瑶啊 作为你曾经最好的闺蜜 你今天生日 我怎么能不来呢 谢谢你啊孟娇 呢还记得我生日 我祝你们呢票子太高 天长地久 你用手再说一句 不是吗 一个呢是被我扔掉的垃圾 另一个是挖闺蜜墙角的贱货 看今天就是他们来闯事的吧 看来你们两个上次还没跪够啊 上次的事老子还没找你算账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偷了杨九爷的只送黑卡 幸业的 你呢只是一个只知道吃软饭的窝囊肺 我看你呀是装逼装上眼霸 你以前呢都是送我十块钱三个的发卡 我倒要看看你能送什么好东西 美心情绪无论什么我都喜欢 有 哇这不是海洋之心吗 可是我听说这项链只做斩了 不对外出售 这条钻石项链可是限量珍藏版 市场标价888万 而且全名将就是一条 怎么会在他手上呢 是啊看他这副穷酸样根本不像有钱人 叶书豪 你居然拿个假项链来倚次冲好 你居然拿个假项链来倚次冲好 你见过真的吗 凭不是说他是假的 就凭你是个穷酸货 怎么很不懂真的呀 大家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哎呦无天 那小童你也来了 听说你最近在杨九爷手底下做事 看你现在这身派头混的不错呀 杨九爷赏识我 让我当了他旗下瑞丽珠宝公司的总经理 你就勉强月入百万 跟你这种当老板的贴不了 瑞丽珠宝 那这海洋之心可是你们瑞丽珠宝的震电之宝 吴经理啊您快帮我看看这海洋之心是真的还是假的 某些穷兵呢说这项链啊是真的 嘿嘿 就他这种人也被买了起我们公司的震电之宝 骗人也不动下脑子 全名叫只我们公司这一条 你这是哪买的家伙 这竟然是真的 什么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对呀 郭兄弟你要不再看看怎么可能真的呀 没错 这确实是真的 快多 什么时候偷的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偷的 这海洋之心 不可能在你手上 没错 这么贵重的东西不是你偷的 难道是你买的不成 叶书豪 你先是偷了杨九爷的至尊黑卡 现在又偷了海洋之心 你真是偷东西偷上瘾 孙时遥 看清楚这家伙的嘴脸了吧 没本事就算了 居然干什么 偷鸡摸狗够的 是你叫人不信 说话不会这么做的 我相信他的为人 孙时遥 你还不能清醒点吗 这家伙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 事实都已经摆在眼前了 如果不是偷的 那这海洋之心是哪来的 你说呀 这海洋之心是我最弄怕的行吗 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凭什么把这个废物说话 什么事 大小姐 这是杨九爷的千金 你大小姐 啊 我知道了 这个只会吃软饭的废物 又抱到别的女人的大腿了是吧 啊 你皮肤打我 不知死活的东西 叶先生可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 对叶先生不敬 就是对我父亲杨九爷不敬 叶先生 我刚才说我不对您当然有大量就饶活我这一回吧叶先生 看人低的东西 连事实都没弄公主就个光相断 就他 啊 吴天 回去收拾行李 我卷不该走人 不用我大小姐 叶先生 我有要事跟您说 请跟我出来一下 叶先生 刚才那群家伙对您不救 我现在就打电话 取消跟他们的合作 好到 不过杨大小姐 他们欺负的是我 你怎么那么生气 我生气是因为你救了我父亲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万一我爸再有什么意外该怎么办啊 你别多想啊 是吗 当然是啊 对了 其实斩就在后天 到时候我来接你 啊 老公你就看他们这么打我呀 都不管吗 老娘爸爸按了这么多趴上 哇 好了宝贝 你这个丑啊 我肯定了 我只要每次遇见这个我浪费 准美好事 看他那不得一样子 我一定要他死 你放心 即使你不说呀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接着来 只要我们能处讲更有意思的事 俗指头 你谁啊 你谁啊 拼什么找我的朋友 脑子是他爹 脑子是他爹 你就是我儿子新交的女朋友 你看这衣服穿的成什么样了 跟那坐台小姐有什么区别 给我滚 你 你怎么来了呀 小子 你还好意思说 刚才我接了个电话 说是你得对了养九爷 人家取消了咱们所有的订单 白白损失了三千万 怎么可能了吧 老子亲自接的电话还能有假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去 坏人走 那个小子害我们家孙子在中 还害得我没有把他白打一顿 这不差 我迟早就说清楚 来来来来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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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最近还是收敛点 那小子现在帮上了养大小姐 我们弄他啊 就等一等杨大小姐 小心啊 是不是等你走 那能怎么办吗 做不到就这样算了吧 收拾那个废物 还不简单 那一定有好办法 快跟我说说看 对吧 你有什么办法 事成时候啊 我一定做些 那小子 现在有杨大小姐成要 我是不是动 孙世瑶那个贱人 和他关系不错 我们跟从这个 是有下手 妈 快小心说说 哈哈哈哈 绝交 还是我 新铁子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逃得出牢 你怎么知道 四号放心吧 马上到家了 你老板 放开我 放开我说了 快来笑스를剩 咋 喂喂 椰小姐 没想到是我吧 十字� 你有什么事冲过来的 老子给你一个小时 到床被藏库来晚的话 你都见不着你那小小库 啊 杨大先生 我有些事想找你 啊 真是一个提匹的上妇呀 为什么不是个废物 运气这么好 你要你想干什么 你快点放开我 我想说一下 他都能玩 你怎么不是 就是我都能玩 你就是强烈 你别这样 你放开我 一手我可以放过你的 没错 我呀 就是变态 你把我怎么样啊 啊 等那个混蛋来了之后呀 老子先把他的双头给吹 然后让他 就跪在这 看着我们两个 一段 我跟你说 我还没跑 这屁肚 你们人生有关 你给我住手 来这么快早死了 死个手 他妈还算个男人吗 有本事你冲我来啊 你欺负个女人算怎么回事 放心 你不说老子也不会放过你 你害老子家损失了这么多钱 害得我们白打了我一顿 三番五四的吵我的事 你我这瓶子 老子要给你算清楚 现在给老子柯头认错印 直到老子满意为之否则 当时起来面 我是死了 死了 你想过你这么做的后果 你他妈是不是龙的呀 老子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 现在跪下来给老子柯头否则的话 老子杀了他现在 你要去吃干饭的吗 给我杀 你干什么 别碰我 谁敢动叶先生 苏智超 你好大的胆子 连九爷的恩人也敢动 我看你是找死 都来了 今天是大团圆吗 姓杨的 这是我和这个废物他 四个恩员 我劝你不要插足迹了 放肆 冒犯叶先生 不冒犯九爷本人 赶紧跪下抱歉 否则 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然后回来 肥 这个地盘是老子的 我管你什么羊九爷羊八爷羊七爷 你什么就是个羊 老子今天肥的羊是你不可 别说好 你这个只会靠你这个废物 你他妈有什么本事啊 还敢嘴硬 叶先生 这次绝不能放过这家伙 小贱的 小冬你就把老子也干死 我会动一个我们苏家所有的尸体 只能把一公司为止 苏智超 你是觉得我不敢弄死你什么 才让你这么三番两次的来挑衅我 既然你这么巧思 这次我满足你 你在干什么 你给我来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别杀我好吧 我我把你叫我画面去 我说 啥啥啥也不敢 出这让听 带走 送好哥 没事没事 喝点水吧 嗯 说好吧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放心吧 你给我赛 直到现在 你才知道 我这种喜欢的人 是你 叶叔好啊叶叔好 我也喜欢上你了 怎么办 孙先生 经过我们对这辆车的估算 最终成交价格是六十万 如果您同意卖 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这儿借 要不是最近着急用钱呢 你这个价格 我是肯定不会出的 但我看林总也是爽快人 好吧 成交 成交放着 费笔交易 对我不同意 说好 这笔交易有什么问题 这位先生 这辆车我们只能出价十万 十万 十万 我这辆车可是八十万买的 开的还不到半年 你就给我十万 你会不会估价你 这位先生 这辆车我们只能出十万 那要是不卖的话 可以去别的地儿看看 你 林总 这小子哪来的呀 到底你是老板还是他是老板呢 孙先生 这位叶先生是我们店里新来的经理 这小子满口胡言 大家来评评理呀 我这八十万的新车开的还不到半年 他就给我出十万 是你脑子有问题 还是你觉得我脑子有问题啊 还有这回事 那也太欺负人了吧 这分明就是黑店呢 这以后谁还敢和他们做生意啊 说好 人家这车这么好 你就给十万 是不是太便宜了 这名声要传出去 咱们店里会怎么做生意啊 林总 这辆车真的只能卖十万 你这小子胡说八道 老子懒得给你废话 你们店的师傅王进松呢 要看了过验车 王进松因为一己思域中保 已经被我们店开支 我 对了 你这辆车的翻新技术 还有待提高 你看这辆车的生产品号 连出场日期都没有擦掉 像这种十年的老车 我们公司出价十万块 也很公道 什么 这是翻新车 孙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林总 这辆车也是别人给我的呀 我也不知道 刚才这位小兄弟不是说给十万吗 那您给我十万就行了 你觉得就你这十年的破车还能值十万 林总 刚才切经理不是说可以给十万吗 林总 我们就给他说 刘助理 给他打钱 给他打钱 林总真是爽快 有机会啊 咱们下次再合作 这辆车撑死也就七八万 没想到遇到一个傻小子 开能卖十万 哇 哇 说好 你不会因为这些东西才把这破车卖给他十万的吧 对啊 没想到业经理还要收藏破烂的癖好啊 哈哈哈哈 林总 你可真是成了一个好经理啊 林书豪你个混蛋 你为了一己私欲 竟然损害公司利益 谁说这些是破烂的 这可是好东西 你是说这些破烂是古董 对啊 没错 这就是古董 哎 古董 你快笑死我了 这些东西啊 是我孩子从乡下捡回来的垃圾 一直放在后乡 忘了丢了而已 林总 你从哪儿找回来的奇葩呀 真是笑死我了 这些东西要是古董 这些东西要是古董 老子跪下来看你爸爸 好 就这么说定 此物造型别致 虽然说被铜锈报告 但是不难看出 这是唐高宗时期的物品 据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要是此物保存完整的话 那如今的市值最少八百 但是考虑到物品学为的有些破损 而且保存的不好 但是保守估计也得是八十 这些都是正宗的大唐通宝 每一个价值都得两三万左右 这个后备箱所有的东西加起来 好多也得二百万 你看和他这么一样 这经理眼光也太好了 这不然是捡了大路啊 哇 说好了 你可真是我福星啊 孙先生 现在见识他我家这位经理的厉害了吗 知道 知道 哎 孙先生 现在这些东西 可不是你的 孙先生 你是不是好像忘了些什么 不是 你刚才不是说这些如果是古董的话 你就跪下来叫我爸 叶 叶先生 这家伙是想耍赖吗 奖大小姐 奖大小姐 叶先生 需要我帮忙教训一下这家伙吗 奖大小姐 这都是个误会啊 我自己解决 办吧 行了 别滚了 叶先生 我是专程来接您去参加骑士展的 奖大小姐 我可以带林总一起去 可以 你也说好 能去参加杨九爷的骑士展 这次姐姐奖励你个大的 九爷 老朽来迟 还望恕罪啊 无妨 反正今天还有一位高人小友相助呢 就他 是你 你们认识 爷爷 就是他夺走了我的经纪师位 小子 你先是夺了我的位置 然后就来夺我爷爷的位置 你还要点脸 孙仙叔 明明是你既不如人 书给了书好 我 小子 我没找你 你反倒找上我来了 今天 还要抢我的饭吧 你好大的胆子 我现在就要求你 给我的孙儿磕头道歉 走 我让你再见宝剑 混不下去 这是 小的输了 把老子找了 废话 你说什么呢 你敢对我爷爷不敬吗 你说我是废话 那你又是 我 不服气是不是 那不行 咱们再比一场 放肆 王口小儿 今日 你可敢跟老夫比上一场 你如果输了 就跪下磕头道歉 永远退出健保剑 好 没有问题 同样的 你们要是输了 一样是给我跪下磕头认错 并且永远退出健保剑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爷爷会输给你 属下扮相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你 你是不是忘了上次怎么给我磕头认错的 笑说如簧 这小子是不是太狂了 是啊 宋老是咱们明江建赏区的杭尊 那实力 可是有目共睹大 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 今天让宋老好好教训教训 今天正好杨九爷在 那就请在场的诸位和杨九爷做个见证 我要和这小子比上一场 好好好 今日能得见两位高人现场比试 是乃人生一大幸事啊 那老夫就托个大 今天比试的内容就是 但是你们俩各自从原始中选出一块来 谁切出来价值最高的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是吗 你算吵着了 我爷爷纵横健保健四十多年 那个从来都没有输过 你就等着跪下道歉认输 宋星叔 你给我闭嘴 就算输好输 那也比你强 我呢 好 我们再加个住 你要是输了 你就把家威让给我 你赶了 林总是一个活上伤的人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 那你就自己去追求 别用这么卑劣的手段 让人觉得可谐 家威 你知道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都怕他 宋星叔 无论你是叔是瘾 我不会跟你在一起 你就死了这条鞋 小子是把疯了 真要有宝贝 早就被人发现了 怎么可能放在废料里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你不在高档区 看你去跑去 废料区 你真以为那堆废物里面有宝贝 我告诉你 我就算是用废料区的时候 我一样可以叫你打扮 你追不你 废口小儿 小蛇如开 兄弟 这块石头 多少钱 宋先生 果然好眼力啊 今天这块 可是今天整个骑士展的尸王啊 这一块至少五百万 好 我就要它了 小子 你选好了吗 选好了 就这块 叶先生 你没搞错吧 这都是别人切剩的废料 都是垃圾 我劝你啊 还是直接跪下道歉认输滚出去 免得一会儿丢人现眼吧 叔好 你确定这块还是可以吗 小兄弟 我劝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吧 就这块吧 真是好言难劝盖死的鬼 他输了 我该 九业 这块石头我多少钱 哎呀 这块也就是没人要的废实啊 你 跟着拿去算了 行 那就多谢九业了 呃 这样 一会儿这块石头 麻烦从这四个酒楼慢慢往里散 就这么个破玩意儿 还从中间慢慢往里敬 你直接从中间一刀劈开得了 谁跟你说我这是块破石头 我这里面可是有上好的粉碎 但凡破坏了其中的品质 赔得起 好好好你愿意干嘛干 就这块破东西留着让他慢慢玩吧 先把我这块给开开 让这小子好好开开眼 好嘞 你你你你 放放 翡翠 不愧是宋老啊 真是眼光不辣 这翡翠通体头两无杂志 是极拼的多一种 苏先生果然是名副宇传宝的未老啊 啊啊啊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爷爷的实力 我看你啊还是认输得了 你在这搞叫什么啊 我这块石头还没开呢 就你那个废物你还想开出宝败了啊 你给我闭嘴 我怕我这块石头开出的宝败 哎呦你都买不起哎呦我买不起 我我我买不死你 我出十倍十倍都行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这是我说的 不过你要是没有开出宝贝来 我要打生了 够了 啊你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你说 把他那块石头给开开吧 你干嘛嘞 爷爷帝黄绿 帝黄绿 我的天呐 卷狱的品质太高了 没想到我友情之年 还能尽到这样的鸡瓶宝鱼 前这个帝黄绿啊 这不会是难得一见的鸡宝啊 师傅你真是太厉害了 小子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愿景 这不可能啊 那段废物里怎么会出现帝黄绿吗 我 我 行了 骚乡叔 按照刚才说的我现在开出的帝黄绿价值十个亿 一百亿套票 哎一百亿 怎么没有这么多钱 没钱你告诉我 你怎么装什么大鸡瓶呢 你什么你啊 按照刚才的赌约 现在你们两个立马给我跪下道歉 并且永远退出剑宝剑 别别别别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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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宣布宋家人永远的退出剑宝剑 一生不容许大 부분 宋家所有的产产全部还会给叶先生 付一百亿的部分 男女老少 红红化真为武 终成大功 还完为止 九亿 就不用一百亿 九十亿就行 这个帝王绿 我想拿回去打造一套首饰 就当是送给狮妖的新婚礼物 既然选择了孙思妖 那我做的只能祝福她 精灵其实吃中午 我干脆就送她一间店铺 作为合理吧 叶先生 我家旗下就有专门的珠宝锻造行 可以免费为你加工 那就感谢杨大小姐了 爸 母学 做的不错 既能送给叶先生一份人情 等到宝物打造成品之后 又能为咱们的公司 好好的做一部宣传 过奖了父亲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 叶先生 真是一位习菜 一定要好好的纳路 然后咱们杨家 能否再上一个新的太监 就全靠她了呀 爸 我听说林家威准备送一间公司给叶先生 那我们要不要也采取一些行动 这个鞋提的好啊 那就为他的新公司注入资金 然后给他提供一切我们所能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好的父亲 好的父亲 经理 什么时候让我成为领班呢 我都不是您算个多月 你急什么 等名额有了空缺 你一个把你提上来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哦 不能吃干抹净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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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是吧 我不是说他犯有了 你干什么进门不抄门啊 你连这个贵族都不知道 死了怎么会是你 你们认识啊 哼 当然认识我们可是邻居 他在我们那啊 可是远近闻名的一枝花 不知道多少男人为他倾倒 听说呀 还有不少大老板为他一掷千金 每天呀都上不同的车 你怎么说 乱乱说 怎么 敢做不敢认啊 和你妈都是一个德行 也不知道 有没有同时侍奉过一个男人 哼 小子竟敢打我 你上个什么东西啊 同经理 你看看这小子 你一定要替我放仇啊 这里是高档场所 是你一个穷小都能来的地方吗 赶紧跟我扶一下 老板 保证我让保安打算你啊 对 杨大小子 有什么资格 哈哈哈哈 一龙大小姐 就你这副穷穿样 也好意思说认识杨大小姐 你咋不说你认识 美国总统呢 行了 你小子呀 就别装模作样了 连老娘都敢打 今天我必须让你出代价 你们都不见识吗 好 杨大小姐 我这里有点事情 要请你麻烦过来 你瞧 装的还挺像 别说你不认识杨大小姐 就算你认识杨大小姐 他们要的大人物日里忘记 哪有空搭你你这走啊 猫猫狗 就是 叶先生 到底什么事情 叶先生 到底什么事情 杨大小姐 你们这儿的经理说像我这种 没有资格来这种高档场所 还说您这种大人物 根本不会搭理我这种阿欧阿狗 盛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 这位是我父亲的救命恩人也是你能羞辱的 只要叶先生一句话 别说这区区一间珠宝行 就是整个杨家产业给叶先生也不为过 杨大小姐 我知道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您大人有大量预料我 我保证也会再不敢 就你这狗眼看人的家 根本不配继续待在这里 去财务 结完这个月工资赶紧给我滚 不要啊 大小姐 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上有六岁的孩子 最近我还新买了一套房子 我不能没有这套工作呀 我只说啊 我狗眼看人低 你把我当个屁 你这是知道错 你不过是在被据权势吧 赶紧滚 我不想再看到 还有你一起给我滚出样式 吧 马上拖出去 叶先生 叶先生 今天由我亲自为您服务 好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新人 好 我愿意向你 谢谢 你 谁愿意向你 帮我 我愿意向你 我愿意向你 徐梦娇 你来干什么 书豪 和你和好吧 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对 我以后不会像以前一样对你了 徐梦娇 我们现在之间已经一毛钱关键了 请你出去 书豪 你好狠的心啊 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对 徐梦娇 这都给我收钱 我们都要在这儿演戏 好你个叶书豪 你就是个无情无义的陈旭美 诶 我已经知道了 你得到宋家所有的财产 让我离开也行 那就放手 你真的怀了我们家书豪的孩子 当然了妈 不然我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怀了他的孩子 他现在要抛弃我 亲家母呀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过来的 书豪抛弃我家孟娇的事 算且不提了 但是这孩子剩下来就要花钱 这什么奶粉费 衣服费 还有这伙食费 这哪一笔都是大开销啊 就算他不管我们家孟娇也就算了 但孩子他不能不管呀 书豪 你看这事你弄的 你要是男人 就必须负起他责任 妈 我真没做过这种事 你们两个能不能再演戏了 徐梦娇 你摸上自己的良心 你结婚的第二天 你就出轨了 你肚子里到底怀了谁的孩子 你心里有处 书豪 你可以抛弃我 你不能抛弃这个孩子 你不能让他出生就没有不 父亲 造孽呀 我可怜的女儿的孙儿 能想到这天底下竟然有这么狠心的老公父亲 这种事 谁会拿女人的清白做诬陷 是啊 你看他会那么伤心 也不像是假的 小叶夫豪竟然是这样的人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书豪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抛弃气子的事情来 你怎么能做出这么抛弃气子的事情来 妈 我真没做过这种事 妈 我相信书豪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徐梦娇 你敢发誓这孩子是书豪的吗 我为什么不敢 他就是我孩子的父亲 我看 这叔是超的孩子 你胡说 你这个父亲孩子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 你看到我你们身上破坏了谁 住手 看对叶先生不敬 你就是找死 来人 把他给我拿下 别打我吧 老实交代 你的孩子 你是谁呢 就谁说好的 还不老实 继续给我打 别打我 别打我妈 你们干什么 说 吃素质超的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样 书豪豪 疼不疼 刚才是妈不对 没事 妈 你要坏 就管这对梦里太可惜了 真是太不要脸了 这不是赖子 这妈 实在太可恶了 继续给我打 放过我妈妈 舅爷 我读书我的错 跟我妈没关系 你说好 放过我妈妈 求你了 这样 只要你给我一个亿 我再也不回来纠缠你了 这事就算了了 你有病吗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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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病毒妇 没想到人家手竟是如此的阴狠 丧尽贫良 我必再跟他们废话 嗯 直接送去治安所 不要 我女儿还年轻 如果送到治安所 她这辈子就全毁了 说好 说好 都是我的错 我愿意正在一片子里 我就求你放过我女儿吧 别说好 放过我妈妈 放我一个人成 求你妈妈 到了治安所 所有的一切都会震向她 来人把他们俩投下去 不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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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先生 这日是你的大喜之日 恭喜 恭贺呀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金铃岂是池中物 以你的能力留在我店里 那是取材了 我帮你开了一家公司 以后就好好做你的老板吧 林总 这未免也太贵重了吧 我谢林总 行了 以后我要是遇到困难 你可得帮我一把 一定 哈哈 来我们的心意 哈哈 叶先生 这是我们杨家的礼物 秀业 杨娜小姐 你们没搞错吧 当然没有 我们非常相信您的实力 所以决定把公司所有业务都转交给你 由你全权打理 没错 我已经决定 把我集团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份 投入到了你的新公司 老婆 非常看好你啊 相信你一定会让我失望的 哈哈 老东西 你现在所有的资产都转移给我了 你就乖乖洗洗睡吧 哈哈哈哈 看清楚 这是杨氏集团的资产主要协议 从现在开始 你所有的资产都已经转移给我了 而你一无所有 是怎么可能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签名公章一应拒绝 我给你一天时间赶紧把公司给我同空让位 啊 忘了告诉你了 你房产现在也属于我的 周文强你无耻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当初要是臣服 我 我也不会赶紧杀全 都是你们逼我的 还有你 臭小子 我本想体面的拿下杨氏集团 都怪你逼我走上了这条路 就我 还想开公司 门都没有 传我的话 谁要是敢跟这个小子合作做生意 就是跟我周文强作对 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 我看你们的公司还能撑多久 周文强 你是觉得自己生圈在握吗 不然呢 在整个明江我周家本就是名门望族 现在我吞并了杨氏集团 在明江我一家独大 哎呦 就算你势力再强大又如何呢 你觉得自家会有命去花吗 周文强 周文强 你是不是现在感觉浑身酸痛 然后呼气急促 小腹隐隐在坠痛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光知道这些 我还知道你纵欲过度有严重的肾群 你每次行房子之前都要吃药 可是呢 每次吃完药之后这时间是越来越越来越 我说的对 你 可惜了 你这么年纪轻轻就患了如此严重的疾病 照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啊 可能寿命最多只有两个月了 不可能 我明明刚刚听见过 医生说我 好得很 你这检查能检查出所有的病吗 你现在是不是吓死剧痛难难 马上就会发展成痕瘫痪 痰痪漫漫所有的病 就会走向你的全身 到最后就算是没死 你也会变成一个没有意识的植物人 只是可怜啊 你这么年纪轻轻 没法享受这大好的繁华了 是 一定是你搞的鬼 周公子 没有证据的事情 别瞎说 最多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你可能就站不住了 来人 快去给周公子 我们准备一把轮椅 不 我不要做活死人 你能看出我的病 就一定能治我对不对 只要你愿意治我 你让我干什么活都愿意 再是他害怕 我把你做的事全部都交代出来 我说 我说 是我 买到了财物 还有杨士记财的助理 偷偷的工章 偷偷描写了 九爷的笔迹 将他的姿势 全部转到我名下 混蛋东西 就说嘛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都是一只只反股呆 看我以后 怎么收拾你 还有呢 九爷生病 是我找人暗中下毒 又找了王神医 只好救援 就是为了获得九爷好感 迎去养大小姐 再把九爷杀死 混币财产 好几个混蛋东西 真是鸡狠手了 三番五次 想要老夫的命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护下去 活活打死 我就知道身体小的对不对 你给我等着 我背后有大人物 现在已经真相大白 直接交由治安所处理即可 叶先生 说起来 今日之事 还要多谢您 周文强只是做事卑劣 心恩手拉罢了 我不过是在提天行闹 好 好 好 所有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扬起掌声 祝贺这一对新人 新婚快乐 百年好和 好你个叶术好 好 要害我损失医院打枪 我必让你付出代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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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